半夜自然醒是这两处淤堵了 快速打通睡得踏实 大家好我是中医许亚涵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 是指尽管有适当的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 仍然对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不满意 而且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 除了入睡困难 很多朋友的失眠还包括半夜自然醒 再入睡又十分困难的情况 在中医中这种半夜自然醒的情况 多与身体的两处淤堵有关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两处常见的淤堵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描述 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以及调理方法 在为大家讲解之前 希望您动动双手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的 也欢迎私信留言 我会为您解答 如果经常凌晨三到五点自然醒的话 可能是肺经不通 肺经不通的患者晚上经常会出现肺气不足的现象 从而使患者出现胸闷打呼噜咳嗽等现象 肺经不通患者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经常出现咳嗽 除此之外呢 还会因为肺气不足出现断发身体灶热等现象 如果是因为肺经不通导致经常凌晨醒来的话 平时可以适当的补足肺气减少体内的肺热 如果经常凌晨一到三点自然醒的话 可能是肺经出现了堵塞 绝大多数肺经堵塞患者呢 会出现暴躁易怒的现象 除此之外 日常生活中 绝大多数肺经堵塞患者还会出现脱发油脂分泌旺盛等 造成肺经堵塞的主要原因 和患者平时生活习惯有一定关系 如经常生气 饮食过于油腻 这些都会造成肺经堵塞 那么日常如果出现以上现象应该如何调理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睡眠问题呢 肺经不通的患者和肺气不足的患者 平时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打通肺经 这样的患者平时可以爱揉孔坠血 瑜伎血 方法是患者掌心向上 前臂放松平举 另一手握空拳头轻轻敲打肺经 轻敲三到五遍以后 绝大多数心肺不足的患者会出现孔坠血疼痛的现象 这个时候只要找到疼痛的点进行按揉即可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按揉鱼记穴 鱼记穴的位置在第一长骨终点 吃白肉记出 按揉时心肺不足的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感 而肝经堵塞的患者可以按摩太冲穴 太冲穴的位置在足背一二植骨间凹陷处 这个时候患者可以用食指进行按揉 当出现疼痛时 在痛点处按揉五到十分即可 按揉孔坠血 鱼记穴 太冲穴可以帮助我们疏通肝经和胆经 从而提高睡眠质量 在大家出现睡眠障碍时 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找到影响睡眠质量的原因 积极治疗 除此之外还要提醒朋友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喝咖啡和浓茶 因为它们会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从而影响睡眠 另外大家也要避免噪音光线等外界因素 对于睡眠的影响 睡前不玩电子产品 白天适当的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睡一个好觉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视频中有所收获 也希望大家平时多多关注我的视频 听听我讲的医学常识 增加自己的见闻 了解疾病这样才有战胜疾病的可能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为大家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